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咱们讲讲苹果的事情 苹果马上要发iPhone14了 但是咱们不讲iPhone14 咱们讲讲苹果 要准备在iPhone14里的大做广告了 其实苹果一直在做广告 但是以前苹果的广告收入占比是比较低的 每年能有多少呢 大概几十亿美金 五六十亿美金吧 你说这还少吗 对于苹果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苹果的数字广告部门 也是开了关关了关 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反正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苹果宣布了 我要努力的去做广告了 因为靠卖手机已经挣不出钱来了 我要努力去做广告了 大家知道 像比如小米 OPPO Vivo 华为这种都属于叫广告级 对吧 你买了手机了 然后他就努力的给你卖广告 咱们算一算 小米当时跟我们讲的是大概是在哪一年了 就比较早了 就是每一台小米手机卖掉了以后 直接的这种收入 或者间接的收入加起来 可能还能有好几百 对吧 就是你卖掉了一台小米手机 然后他不停的从你身上挣钱 给你看广告 给你推游戏 推应用 然后再加上游戏充值 对吧 做这些事情大概还能挣个几百块 这是没问题的 那苹果这个50亿美金 他到底挣了多少 苹果大概每年卖掉的手机 应该有几亿部吧 还是有的 两三亿 两亿多吧 那么他大概一台手机挣了25美金 在大家身上挣的广告费 当然苹果挣到的钱很多 他这个广告费 其实只是他很小的一部分 苹果在一台手机卖掉了以后 一共在咱们身上挣了多少钱 我给大家数一数 第一个是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在上的充值 在上面去 所有在苹果的这个应用商店里头 做的订阅充值 包括一些这种 比如说一开始是免费的 然后后面再去付费的一些游戏 就是所有这些钱 苹果抽30% 这个就是苹果直接挣到的钱 然后其他的 就是应用商店里面 它是需要做广告的 就是里头有很多位置 这些位置是需要用广告的 来去填充的 那么这块它能挣到钱 比如说我们从苹果应用商店里头 下载了一个 比如说万国觉醒 下了一个这个 我们每下载一次 苹果大概能挣到 也不一定 它有的时候可能广告是在Facebook上打的 有的可能在苹果上打的 待会咱们再说怎么去收拾Facebook的事 就是每一个下载的成本 大概是可能20美金 大概每一个成本是20美金 所以就基本上是这个 就是苹果在这个手机里的是挣到很多钱的 那么刚才咱们讲了很多钱被Facebook挣走了 然后苹果就想了一个特别坏的招数 这个坏的招数叫什么呢 叫隐私保护 对吧 他说我们要搞隐私保护了 你不可以很精准的去向我的用户去推送数据了 那么这个事是不行了 然后这一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导致今年 美塔或者叫Facebook股价暴跌的一个核心原因 对吧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其实前面我们讲美塔的时候讲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苹果说 OK我现在禁止你去 得到我手机上用户的信息了 你的广告推送就会变得不准 对吧 我有的时候推给不同的人 就是一开始比如说我们去买广告 我们会干嘛呢 我们会告诉他说 请给我买男的女的 然后装了什么APP的 然后在iPhone的几的版本下 然后在哪个国家 在哪个年龄段 对吧 你会设置一个特别详细的标签去投放 然后当不允许你去做状态追踪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就没法打这么的详细的标签 你就必须要大家都投 大家都要投下去 这个过程当时我们讲过 这个过程像什么呢 就像卖西瓜 对吧 你说我今天来买西瓜来了 对吧 我先把那熟的长得好看的都挑走 剩下的那些瓜就没人要了 对吧 以前的苹果的广告池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拿到苹果用户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就去Facebook 谷歌包括Snapchat 什么这些人就冲上去说我们这些用户是游戏用户 那些用户是购物用户 哪些用户是什么 他给你打好标签 然后我们就分门别类来卖就行了 苹果说不行了 你们不要干这个事情 你们通通的蒙上眼睛 闭着眼睛摸 摸到哪个算哪个 那这事就很麻烦了 这事都很麻烦了 所以美塔的广告投放效果一下就下去了 然后大家在上面买广告的热情就下降了 那我说干脆我既然推苹果APP 我就不要在美塔卖广告了 我到苹果去买 苹果一直有广告服务 但是原来一年挣个五六十五十亿美金 大概是这种水平四五十亿美金 现在就要有巨大的变化了 现在有巨大变化 他们说我们准备把数字提到几百亿美金往上提 上百亿美金往上提 然后要在苹果的系统里面 在iPhone里面挖掘更多的广告展示机会 我要更多的让大家看到广告 对吧 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告诉大家 就是一旦是他开始走这条路了 他们会各种各样的变本加厉 各种各样的变本加厉 待会我来跟大家讲讲 就这种变本加厉怎么做 怎么能够让你说不投广告你就出来 你一定要投了广告才能出来 这个事他是有技巧的 比如说 苹果以前在苹果商店里有很多很多排行榜 对吧 你比如说你有APP榜 然后APP下载榜 然后有搜索的排行榜 然后有分类的排行榜 比如说我今天想下个游戏 我今天有点空我想打个游戏 然后我可以去打个赛车游戏 然后我可以在我的国家里头搜索 赛车游戏的排行榜 我把最前面两个下下来不就行了 对吧 以前的苹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谷歌原来也有 然后他说不行了 这个事有问题 你排到排行榜前面去了 你不就自然得到流量了吗 你没有上我这上供 你没有上我这买广告 这事不行 他最后把排行榜的功能给你藏起来 也不说给你取消了 给你藏起来 藏的很深很深 四五层以后了 让你找不着 那你说我看什么广告 就是下哪个赛车游戏呢 人家谁买广告的 我让你下哪个 他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思路 而且苹果 在前面给了Meta 给了谷歌 给了Snapchat这些人一闷棍以后 说我的西瓜 他不允许拍着买 不允许挑着买 买上哪个算哪个 使他们的投放效果变得极差 今天苹果来了说我是个卖瓜的 对吧 你只要交点钱给我 我负责替你把最好的瓜挑出来 他现在搞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就是美国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财经媒体 包括很多苹果粉都出来骂他 说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你前面站在仁义道德的基础上 你要保护隐私 甚至四处打广告 刷楼宇的牌子 说我是最好的保护隐私的手机 就是苹果手机对吧 你把这个Facebook 把谷歌的广告收入都打下去了 然后现在你站出来说 我是卖西瓜的 我就是看瓜摊的 你想买哪只瓜 你偷偷告诉我 你给我点钱 我去替你把那只瓜挑出来 现在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就有点叫 你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有点搞这个意思了 有点过分了 那么苹果后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他要挖掘很多很多的广告位置 而且要把各种 就是你不花钱 我就让你彻底露不出来 我就彻底彻底的让你不见了 对吧 这个事他们是要去做的 在这儿跟大家补充一个小故事 是什么呢 Facebook前两天 把他的直播电商给关了 对吧 只是在Instagram里留着 在Facebook里他给关掉了 那么为什么 我前面其实反复讲说 直播电商 直播电商是一个未来的大的机会 Facebook这么厉害 而且现在Facebook大概是全世界直播电商 他大概是占的份额是相对比较高的一家 为什么他就把里边关掉了 这个事很简单 我们现在看比如说三个平台 Facebook YouTube和TikTok三个平台 我们来比较 Facebook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都是以好友关系联系在一起 我是你的好友 你是我的好友双向确认 而且我们双方知道真实关系 我们才在一起 那么他在这个里边做直播电商 对他整个的一个关系体系是有伤害的 对吧 你没有那么多的好友 比如说我在Facebook里可能有一两百个好友 我去做直播电商就这一两百个人 当然你说我在里面去有什么其他的配置 有什么其他的这种group 有什么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有这种几百几万 或者是这种东西你是可以有单向关注的一些东西 对吧 但是这个单向关注了以后 他也是这样 就是权重很高 什么意思 什么叫权重很高 就是你关注了这个网页 你就能看到 你没关注他 你就看不太着 他是这样的一种玩法 所以他其实不太适合做直播电商 然后YouTube属于介于二者中间 YouTube介于二者中间 咱们先讲TikTok TikTok是你是有粉丝 就是一个用户会有很多很多粉丝 但是这些粉丝或者说这些关注者 对于最后到底有多少人能看到直播通知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他主要是靠推荐引擎的 就是你有这个粉丝 然后他说OK你关注他了 那么下一次他有可能会什么给你看 也有可能不会给你看 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会给你看 就是我关注了某个账号 然后他的所有视频我都看 那么下一次我就会继续看到这个视频 对吧 如果他的视频我有两三条我没看了 那么TikTok就认为你可能不爱看了 那么下次再推的时候就没有你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 而且他大量的就是你没关注这个人 他依然会给你看 哪怕你关注了非常多的人 但是你经常会看到你没关注的人的信息 他依然会发给你 他完全是靠推荐引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完全靠推荐引擎的 这种系统 在这个里头广告的作用才大 对吧 就是像国内比如说去电 对吧 这个区分期 砸一亿人民币下去 虽然这个罗敏罗老板自己惹了一身骚 大家都说你是很二对吧 然后这个骗钱骗的没够 但是他完完全全的验证了 抖音 他在国内是用的抖音 不是用TikTok 完完全全验证了抖音的能力 就是当你放下一亿人民币的时候 我就真正了给了你价值一亿人民币的流量 然后这个没有达到抖音的上限 抖音是通过这个案例 极大的证明了他自己 那你说YouTube为什么介于二者之间呢 YouTube呢 是就是 其实他的工作原理是跟这个什么呢 一开始是跟Facebook比较像的 就是你点击关注了 他这个权重是比较高的 对吧 然后后来呢 慢慢的开始向TikTok这个方向转 就是他的推荐算法的这个占的比重会高一点 但是YouTube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小铃铛 我每次在录视频结束的时候都跟他喊 一定要点那个小铃铛 什么意思 就是你点了小铃铛以后 哪怕说你有三五条没看 他会接着推给你 我只要更新视频了 他就给你发消息 给你发各种提醒 他会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这个视频的这个打开率就会比较高 对吧 所以YouTube的这个权重的这个比例 要比这个TikTok要高 但是没有Facebook高 所以YouTube介于二者之间 这个我们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就是越是依靠推荐算法的这种平台 它的广告效果就越好 对吧 然后如果你是比如说我才华横溢 我天天在这录节目 然后大家就来关注我 我不需要投放 我不需要这个什么东西 我就有这个流量 然后我就可以在里面变现 我就这个什么 那么这个事是所有广告平台都不希望看到的 所有广告平台都希望是你再有财 你在我的平台上挣钱 你就得给我交钱 对吧 现在TikTok就完全走这条路 苹果未来肯定也是要向这个方向走 就是他想提高广告收入 就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 就是他要把各种的东西都变成推荐 然后你只要投放 我就要让你四处能看到这些广告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小米手机里 我们可以看到推荐安装的应用 编辑推荐的应用 然后是什么装机大全 然后还不停的给你发推送消息 说现在有个什么新应用了 你去装一下试试吧 对吧 这种东西叫广告机 当然你说你小米 对吧 我卖个三四千块 四五千块 我广告机就广告机了 我认了 那苹果是要卖一万块的 我花了一万块 你给了我一个广告机 这个事是不是稍微过分了一些 对吧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对苹果口诛笔伐 说你过分了 你那一个手机已经卖到一万块了 你还要给我广告机 这个事是不对的 这个事是不对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苹果到底会改成一个什么样 而且苹果我估计他如果真的是利用他自己的这个叫做用户信息开始进行精准的广告推送了以后 不知道像这个谁 谷歌 还有像那个叫什么epic这些公司会不会告他 你不正当竞争 对吧 你不给我们这些信息 让我们的广告推不准了 结果你在自己的平台上搞这个事 有可能会告他 谷歌搞的方式是什么 谷歌搞的方式是说 我把名字给你隐藏掉 但我接着让你用 然后大家在谷歌平台上还是可以进行精准的广告推送的 只是你不知道这人是谁 苹果就说你们就这个什么 通通的都闭着眼睛来 挑逗哪只西瓜 是哪只西瓜 他现在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苹果也要卖广告机了 而且一只苹果手机 iPhone14 Pro Max又要涨价 是至少得一万多吧 这个一个机器 对吧 按照我的配置肯定是一万往上了 然后如果我买了这么个机器 回来还每天给我看广告 心里不大舒服 当然我估计还是会买 iPhone14 iPhone14应该不会了 我可能会买iPhone15 因为我现在这个12还挺耗时的 好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帮帮帮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讨论群 再见 再见